113年自由杯国小组个人桌球锦标赛中 马公式十全国小表现出色 获得了极具竞争力的荣誉 特别是周宜德和赖伯伦 两位桌球小将 他们在10岁男生组双打夺冠 展现了非凡的实力和团队协作 此外赖伯伦在单打比赛中也获得了第5名 马公市长黄建宗 协同市长室主任林建勋到访十全国小 向桌球队成员进行慰问 并质以深深的建议 黄市长表示 这些年轻的桌球选手 不仅提升了马公式的体育水平 也为市民带来了无限的自豪和希望 还有两位教练 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 那么优秀的这些我们这些同学 很高兴我一听到这个新闻 我说真的不简单 我们朋友如果每次去台湾参加大型活动 我们其实都表现得很好 这归功于你们肯努力的练习 校方支持教练 认真在拼 你看这个 我看大概我们这个自由杯的桌球 我们是获得单打的第5名 还有双打的冠军 那有2000多人参加 这是全国最指标性的一个桌球活动 我还看那个资料说 单打如果是前8名 双打16名就可以进入国手的选拔 那真的是不容易 从此市长黄建宗 还与海口峰董事长 邱国峰先生合作 共同为10全国小桌球队提供了美味的珍珠奶茶 和精致参合 以实际行动支持 和慰绕这些杰出的桌球队员 我们的小朋友 那今天主要是市长 要来特别来给我们这些小朋友 一个表扬 因为你们去参加那个自由杯 这个桌球比赛很努力 除了有很好的成绩之外 整个奋战精神也表现得很好 所以市长特别 市长很忙 他特别拨时间专程来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掌声谢谢市长 全国规模最大的小学生足球赛事之一 自由杯 今年共有2025名选手参与 涵盖各年龄组别 使全国小足球小将 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尤其是在246组双打选手中获胜 证明了他们的高超技巧 和持久体力与耐力 记者王海荣报导